探底 那麼除了降雨量不足之外呢 有學者點名了 滿山的檳榔樹可能就是元凶 不過面對這個指控有立委就回擊說 不要把在山區開墾的農民 當成是毒蛇猛獸 滿坑滿谷檳榔樹在山坡地形成奇觀 電影鏡頭拍下 加以檳榔山坡壁歷經崩塌光圖一片 每年地下水的流失量相當於十個石門水庫 農民親手摘下一顆顆檳榔 被視為重要的經濟作物 年商機上砍80億元 淺淺的檳榔樹根被學者點名 就是缺水元凶 那時候不缺水啊 可是現在的山木林都跑到那裡去了 變成檳榔樹根抓地不是很深 它含氧水土不夠 比之樹幹稀疏樹葉 最高紀錄台灣就有5.6萬公頃檳榔樹 2012年只剩大約4.5萬公頃 學者痛批高達2萬公頃 都是違規種植造成水土流失 渲渲的那個水流會一直流嘛 可是我們現在不是啊 一下大雨 然後因為水土保子不好 就流到大雨 我覺得對水土不好吧 還是不贊成重 對它本身身體也不太好吧 對水土保持好像也不太好是不是 都不好 林立在高山上 其實過去檳榔樹種植在平地 為了調產期才搬到1000公尺以下淺坡 學者點出樹根抓不牢泥土壞了水土保持 立委確實反對意見無法認同 不要把農民在山裡面的開墾 當成毒蛇猛獸 有時候有農民開墾的地方 反而它的水土保持做得會比較好 台灣水資源荒上演抗旱大戰 不管缺水元凶是誰 每個人都被迫省水共同承擔 動森財經新聞 陳敏芳梁麗 泰柔勞